记忆门养生记忆 这个是由我们那个 本馆第一学习团第三代的馆长掌门人 地空谈大师所指导的 好 我先做一下示范方做给大家看 好 我们的脚是与肩同宽 然后舌头的舌 舌肩要顶住上面 舌顶把头稍微含下来 然后呢 做甩手弓的动作 那还没做甩手弓我们就先沿住我们的舌头 舌头要先顶住上耳 顶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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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嘴巴喊起来 用鼻子吸气就好了 好 然后我们的屁股夹紧 好 你看一下屁股 屁股要夹紧 好 甲是与肩同宽 然后呢 脚趾 脚趾头是扣住地上 要用命 屁股夹紧 好 现在就做甩手了 甩手是这样 吸气 吐气 吸气 吐气 吸气 吐气 好 我们这样正面 正面上这样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好 这个是莫属 这样甩了 大概一百下 然后换成我们的左手边 一样甩一百下 好 然后我们的正面再甩 再转过来 刚开始都是一百下 好 然后再换这边 甩一百下 回到正面 直到正面 刚好甩一百下 这刚开始的初级 是要甩一百下 好 那看起来这样甩是没什么 但是它是有它的诀窍的 看一下 好 看一下 手起来的时候是不用力 没有用力 下来的时候看一下我的手 好 那这个 是勾起来的 什么 这个是勾起来 好像 阴爪一样 吸气 吐气 吸气 吐气 下来的时候是很大力很用力的 当你练到两百下的时候 已经算子 甩手工已经算子高 就在转一个圆圈 回来刚好是一千下 这一个手练到最后的时候 手是马人 酸人 手指是马人 会有气流流到这里 好 不能打人 那一打人 一打到人 或是拍人 他会受伤 他这一个甩手工有什么作用 可以帮助我们的 血压下降 肩颈酸痛 五十肩 往头走 脑神经衰弱 这个都可以做 练完了这一千下 或是初级的五百下之后 要练成我们的吐纳 练完了 通通这样甩完了 甩完了到这里 甩完了之后 我们休息 休息就要生物心 好 也是一样气宫 舌头紧住上面 好 吸气的时候看一下 我的肚子是要脏起来的 吸气 吐气勒 慢慢慢慢 那我们的头一样是下降 因为我们要把我们的感染病动 另外的怪弓之后的内弓 要慢慢的静下进来 慢慢的缩进去 吸气 吐气 吐气慢慢慢慢吐 慢慢吐 好 我来做侧面给大家看 大概要我们的两只手放这样 放在我们的腹底下面 腹底下面四只手 就是下单一只 吸气 吐气 吸气 吐气 吸气 吐气 然后有学生问了大概 大概他要呼吸多少次 就是你不会喘 好 不会喘 但是我们这个时候要 距离三十分钟之后 喝五百cc的水 能够促进我们身体的血液循环 好 那练习到 我们刚刚讲到的水手工事 头 脑筋衰弱 失眠 都可以有帮助 对我们的肩脊 像血一样 还有我们的 我们的那个五十肩 往头走 手腕气不通 有帮助 那还对我们的肾脏有帮助 因为我们刚刚屁股夹起来 臂股夹起来的时候 对我们的膳胶筋 肾脏筋 肾脏筋 都有帮助 让我们的脚趾 扣住 扣住的时候 会对我们下半身的学习 全身都有帮助